现实,我痛彻心肺,但却无能为力 我决定,还是忍了,从头来过吧 很快,一个投资人找到我 他想继续投资,中级解满 前期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可就在我们即将签订合约的开始筹备的前期 这位投资人告诉我,他必须放弃这个项目 我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特殊身份的缘故 具体细节,他不愿多说 我重新接通关闭很久的网络,打开手机 很快发现了让人震惊的情况 2012年2月25日 甄子丹的司机用刀残忍杀死 曾为赵文卓开车的司机 这位司机罗凯是赵文卓的老乡 赵文卓伤感不已 剧组随即陷入一片混乱,被迫停机 2月29日 赵文卓被甄子丹以耍大牌为由踢出剧组 随即各路媒体即明星明导站队护欧 风起云涌 骂站中,霍耀良数次对媒体声言 终极解码是个烂巨宝 甄子丹看不上才导致该项目流产 然后他们俩才一起做趴当 揭拍了特殊身份 其间还夹杂着对本人和成龙大哥 以及先前曾帮助过我的朋友 诸多莫叙有的污蔑对起 我绝对不能再忍受 我必须站出来揭露真相 其实我已经了解到 特殊身份开机时并没有完成稿的剧 甄子丹和霍耀良喜欢边拍边写 他们相信自己是天才 他们以这种违反电影创作规律的工作方式而骄傲 他们认为能在时间半个月就创作出 一部比中期解码好千倍的绝佳剧本 但他们也应该知道 中期解码的创作耗费了我整整三年的心血 赵文卓原意为特殊身份 只是把中期解码的片名换掉了而已 剧情应该还是他原来喜欢的双雄对决 但一道剧组 他发现自己中了圈套 特殊身份是一个只有名字 但欠缺剧情的空壳剧本 他开始距离力争 希望按合约拍原来的剧本 但是最终被甄子丹以耍大牌的罪名扫地出门 我不得不为赵文卓对艺术坚守的品质所敬服 他是真性情 真男人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向强拳低头 至于双方高调声称要进行诉讼 而没有下文的真实原因 是赵文卓只签订了中期解码的演出合约 而没有正式签署特殊身份的演出合约 依据诉讼法 官司根本无从打起 只能打口水战 深受委屈的赵文卓 只能借助媒体寻求支持 我现在担心的是 中期解码的版权会不会受到侵害 他们会不会习惯性地 把我的创意和桥段直接或变相剽窃 尤其是霍耀良 我让他看过几稿 我不同风格的剧本 他会不会松拥甄子丹 再次施展他们驾轻救赎的强盗行径 对此 我将绝不让步 我会战斗到底 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 面对诸位媒体 向你们讲述了这个不可理喻的幕后真相 让你们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让你们真正认识一个可以随意炒监制 炒演员 炒剧本 炒导演 炒投资人 炒项目的真子丹 及其爪牙或药良 我已经一无所有 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我可以为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话和出事的每一份证词负责任 是非趋直都已摆在台面 我已准备好了 我会抗争到底 绝不屈服 我知道 我是一个毫无背景的青年导演 要和真子丹及其势力抗争 肯定会有真子丹背后的利益集团 一轰而上去保护他 甚至策动实面埋伏 联合起来攻击我 甚至 今天在座的媒体 我都难以确定 明天是否会有断章取义的报道 新鲜出炉 赵文卓和真子丹两天前和解的真相 你们敢去刨根问底 弄个水落石出吗 毕竟 他是真子丹 号称宇宙最强 我已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哪怕彻底告别自己钟爱的电影事业 哪怕是受到人身伤害 哪怕是同归于尽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希望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段屈辱经历 能成为改变中国电影黑暗生态的经典案例 今天的发布会 不仅是撕心裂肺的控诉 更是一篇战斗的西文 面对中国青年导演 残酷的生存环境 我必须要向这些电影圈内的丑恶势力宣战 我愿意用我个人的牺牲 发出中国电影界最强力的呐喊 请还中国电影一片纯净的天空 请让中国电影的生态 呈现它应有的良性的勃勃生机 最后 我用成龙大哥的名言 作为今天发布会的结束语 人在做 天在看 谢谢 谢谢今天到来的媒体朋友 非常感谢 我们发言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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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